嗨,大家好 本期我们来聊一款免费的VPN 首先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 想要直接看软件使用的呢 在视频的简介下方直接跳过就可以 我们谷歌搜索CDN 然后呢,下面这个,第二个Cloudfire 这个就是,这家公司呢,就是做CDN业务的 当然了,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域名提供服务 还有一些网络安全 有时候我们打开一个网站 然后会有一个loading的动画 上面呢,显示什么什么安全 由Cloudfire提供 这个呢,就是用的它的服务 现在这家公司呢,发展也是比较厉害 然后全球企业1000强里边呢 有30%的公司用了它的服务 这边呢,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CDN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CDN呢,翻译过来是内容网络分发 这张图呢,是一张没有使用CDN技术的图 然后呢,我们每个用户呢,请求网络的时候 都会走这个主干网络 从服务器来获取数据 这样呢,如果大家都去请求同一个服务器的话 那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然后右边这张图呢,就是使用了这个CDN风发的 等于说呢,它是增加了多个服务器 用来做中间的中转 然后我们每次访问的时候呢 就会去请求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服务器 然后呢,中间这个核心的服务器呢 就减轻了很多压力 这样的话,我们的访问网站呢 也会更加的迅速 不过这些服务器里边呢,只会缓存一部分数据 并不是完全的镜像 好,简单的了解一下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票代码 这个是Yahoo Finance 股票代码呢,是N1T 这家公司呢,是一家上市公司啊 哦,现在涨了10个底儿 有关注美股的朋友呢 可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WAPR 我们直接在浏览器里边输入 4个1,1.1.1.1 这个IP地址呢 是不是看起来挺牛逼的 这个呢,就是它的VPN服务 然后呢,这边提供了各个版本 我们在Windows上来演示一下 直接下载 它有免费版的,有付费版的 免费的服务呢 一般大厂的免费服务 我们是可以当作备用的 为什么是备用的 因为现在呢,这个审查是越来越严格的 我们呢 有时候呢,是需要有个两三个备用的 下载完了,我们直接把它安装上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msi的文件 这个呢,是纯粹的 Windows的安装包 直接点击运行 安装完成的 我们直接把它打开 它只有一个按钮 打开以后呢 我们在右下角这边 同意一下它这个协议 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按钮啊 这边呢,我们先把我自己的 这个关掉 好的,现在呢 是访问不了谷歌的 我们把它打开 它有一个弊端呢 它是不能选择IP地址的 等于说它会自动的为我们分配 可以距离我们最近的IP 稍等一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刚刚是在我公司电脑上的演示 因为我这台电脑是连不了的 看来这个也全靠运气 和我们使用的宽带有关系 当然这个在手机上也可以使用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WAPER它会将我们的原始IP 替换成我们的Cloudfire分配的IP 但是它有一个弊端 就是说我们在连上WAPER以后 我们的IP地址是就近分配的 我们无法主动来选择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搜一下我们的远程IP地址 谷歌随便搜一下 打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我们的IP地址是我们当前地区的IP 等于说一些VPN的功能它是不具备的 比如说我们主动选择美国的服务器 或者是选择日本的服务器它是不具备这个功能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就导致在我们连上这个WAPER以后 我们还是本地区的IP 这样的一些流媒体我们是无法享用的 比如说Netflix和这个迪士尼Plus 还有Hulu 这些流媒体需要特殊的国家 才有权限观看的这些视频呢 我们是看不了的 因为它有这样的局限性 然后WAPER呢 还有一个局限性啊 就是说我刚刚说过了 是在我公司的电脑上是可以连上的 但是在我本身 我自己这台电脑上是连不了的 这个呢 我感觉就是和宽带运营商 还有就是我们所处的地区有关系 当然了 它和普通的VPN用的是同样的协议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这里面说了它用的呢 是Valga的用的是这个协议 这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 某些特殊的地区啊 比如说互联网受限制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呢会针对这个OpenVPN 还有Valga的来进行封锁 现在比较火的两种协议啊 而且他们的目标比较明显 这就造成了在一些政策收紧的时候啊 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为Valga的和OpenVPN 因为这个Valga的和OpenVPN 实在是太出名了 一旦互联网政策收紧 首先封锁的是使用了这些协议的服务器 所以说呢 这些免费的VPN呢 在这种特殊的地区就是当做一个备用 就比如说在前几天发生的SelfShark的事情啊 SelfShark 他也用了Valga的和OpenVPN的协议 但是现在呢 还没修好 说是本周末会有一个结果 到时候有好消息了 到时候有消息了 我们再看吧 好的 总的来说呢 Cloudfire Warper呢 是一款特殊的VPN吧 毕竟我们不能主动的选择IP地址 它有这个大厂的背书 安全性上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它和普通的VPN厂上又不一样 因为它没有无日志的策略 我在这里边没有看到明显的提示 而且呢 它也没有说明它有30天的退款政策 这就是和普通VPN最大的区别 当然了 还有我们前面说到的 它无法主动的选择IP地址 这就造成了一些流媒体 我们无法解锁 总的来说呢 大厂的VPN有一些弊端 但是呢它又提供了免费的版本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备选的方案 也是不错的 因为在现在的情况 我们呢还是要有几个备选方案的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麻烦按赞订阅转发 支持一下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